18日下午,雄妮主唱金中炫被发现在青潭洞的家中点燃了煤炭后昏迷,随后被送往医院,不幸身亡。 事发之后,金中炫的粉丝文讯赶到医院门口,焦急地等待着最后的消息。 随后国搜科赶到金中炫所在的建国大学医院进行调查,现场进入警戒状态。